各位朋友,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挺烂满,但是就是最近和我偶然地收藏的这些油画有关系的。 收藏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最大的一个价值是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扩阔了我很多的知识的领域,特别去到英国,去到欧洲,我开始慢慢有收藏的兴趣,兴趣就越来越多。 特别这些油画,不同的东西,有时候其实讲收藏,是真的讲好彩的。 这幅的油画,我先讲一下,上两个星期六,我就去了香港艺术馆, 藝術馆就看到有些香港十九世纪,这些很精美的油画,就在讲香港、广州的情况。 其中我拍了这一只船。 好了,谁知道呢,刚刚上个星期六,我就偶然地看到这张油画, 那其实就有两幅油画的,都是同一个主题。 那又是类似我隐隐约看到这架船。 那跟那个店主就在那谈,我说这个应该是不是香港呢? 他说是呀,有人讲给我听,他说见到这一只船,就应该是香港来的。 那我说,咦?我刚刚去完艺术馆,就拿回刚才那张照片。 那我就说,咦?我去完艺术馆,就再打回这张照片。 我说,是呀,如果是这样,那证明什么呢? 那个店主他说得对,那这个应该是可能是在香港。 那他另一幅画呢,就是这个就像是太平山下面维多利亚港。 那所以呢,我就当时就马上买了这两幅画。 那你不要问我买多少钱啊,这些东西。 就是,不只是价钱那些。 那我自己也不会说买得很贵那些东西。 那,好了,买完之后回去呢, 最好的,就是,追寻知识是什么呢? 我就是说收藏呢,你一种的好奇心。 你要好奇心,你要寻求他的,就是寻根究底。 所以我就上网了。 那上网呢,就一看,咦? 这一幅,就是19世纪中期那些香港维多利亚港。 那又有这个船,又有这个类似太平山,维多利亚港那些。 那应该是啦,首先确定它应该是香港维多利亚港。 这一幅,另一幅,又是,就是你上网找到这些不同的当时的游画。 又是有这样的船,又是有这样的山啊,这些的海港啊。 那我跟着再想啦,咦? 这架船那么出名? 那我要查一下这架船啦。 结果真是被我查到, 原来这一架船呢,就是出名的中国帆船, 奇英号。 奇英呢,就是以当时两港总督, 奇英的名来去命名的。 那这一艘船,为何跟香港有关呢? 原来它就在1846年12月6日,由香港出发。 那它经过好望国,去到美国,去到英国。 所以呢,在1848年3月27日,就到达英国伦敦。 那我呢,又继续呢,那就越来越有兴趣了。 就再去找那些资料, 就原来有一本书呢,就是, It sells west, the world of the, 奇英啊, 直接是讲1846年到1855年。 那这本呢,专注哦。 就是研究奇英号的专注。 这个作者就是Steven Davis。 所以变了呢, 似乎是越来越重要哦。 这架船, 这个中国帆船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那我就再继续去找, 这个就是好奇心呢, 令到你一路去追尋。 跟着呢,就找到什么呢? 啊,在伦敦的时候呢, 在英国, 我就开始看到什么呢?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就是伦敦新闻画报。 那时候呢, 在英国我都收藏了一些, 这些的, 因为有些是香港啊, 有些是中国啊, 那些的, 那些的, 就是, 木板画啊, 或者是新闻报道啊, 那样啊。 那接着呢, 我又找到这本书了。 这本书呢, 作, 逆者啊, 沈宏, 沈宏。 他就是呢, 专系, 一个教授呢, 大学教授, 好像是浙江大学的, 研究呢, 在外国不同的文献啊, 啊, 关于, 就是中国啊, 那些的资料。 那麽他呢, 就花了十年时间, 将收集到这些伦敦新闻画报, 啊, 翻译了。 那麽跟着呢, 就一路看这里呢, 就更多这些一手资料了, 因为呢, 这个伦敦新闻画报呢, 他在1842年开办, 那麽他是呢, 即时, 就是第一手去观察报道, 然后做有当时很著名的艺术家,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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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将他造成这些版画, 然后就印出来。 那麽所以呢, 在这个奇英号, 第一手资料, 就是在这个, 伦敦新闻画报那里找到了。 那, 刚才我们看的呢, 啊, 148年, 4月1号, 去到伦敦的时候呢, 就开始展览, 而这个展览呢, 很轰动, 啊, 甚至乎, 当时的英女王, 都去参观。 那, 这一个呢, 就是那个的, 奇英号的交仪厅。 据报道呢, 英女王就入了这个的, 奇英号交仪厅里面去参观。 这个交仪厅呢, 所以你看到呢, 很多的灯笼, 啊, 又有画啊, 又有些字画啊, 中国那些那些。 而那些家司啊, 你看到这些, 啊, 中国式的家司, 据这本书, 据这个伦敦新闻画报那里讲呢, 这些全部是用珍贵的子坛, 子坛木来到去造成的。 那所以这个交仪厅呢, 是非常之精美, 很有那个中国文化的特色。 啊, 啊, 那英女王去到呢, 就很开心。 那,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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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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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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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啊,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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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ing undie on Google 给那些帽子啊, 啊, 那些英国人,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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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历史意义的这段故事 这个奇英号最后在1855年 应该被英国拆了来做研究 他要了解当时为什么全部木造的 入筍的 没有钉的 这样的建筑是可以抵御到这些大风暴去到英国 那现在就没了船 就复制了模型 曾经在香港海事博物馆展览 现在不知是否收藏在历史博物馆 我都要进一步去找回这个模型 要去看看 所以呢 我猜不到这幅画 给大家看看 真迹 真迹就在这里 这幅画 其实是 不是画在油画上面 你看不是很大幅的 它是画在什么 铜片 我们在英国在欧洲有些油画就是画在铜片上面 最特别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这里 在这个 角落头 就是这个 左下角还是右下角 签了名 签了做什么呢 H I C C C I N G H I C C I N G 你说 欺负还是欺负还是什么呢 就看你怎么发音 那么刚刚那个人又叫做牺牲啊 如果你说这幅画 他写了这个 是那个牺牲就是卖船那个呢 哇 这幅画还值钱啊 但无论怎样呢 我想不到 偶然地 买了这幅画呢 原来是 见证着 一段那么重要的历史 关于香港的历史 关于中国 造船的历史 写下一个的传旗 所以我们看 在 郑和夏西洋之后 那些中国出名的宝船 去到 南洋啊 京好望国啊 而去到清朝 有一首奇英雄 他也都是 还到好望国 去到英国 所以呢 这段的历史 对我们都是重要 啊 那今天 香港 又面对不同的转变啊 那但是我们呢 都看到 好奇心是重要 我们有些好奇做学问啊 做研究啊 科学也好 什么都好 这种好奇心呢 是帮助我们 继续继续去沉根究底 去发挥到很多东西 啊 求神继续带领我们 啊 给我们都 有不同的 兴趣啊 这些兴趣呢 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啊 啊 我们一起同心的祈祷啊 七天父我们都多谢赞美你 因为你创造我们 你给我们有一种的创意 啊 也都给我们一种的好奇心 可以去追寻很多不同的知识 我们看到 昔日 罗亚 他用这个木制的方舟 可以 就是拯救人类 啊 无论面对那些的狂风海浪 我们也都看到这只奇英号 他完全是木制的 一个的 就是船 也都可以横道好望角 去到英国美国 今天求主你都帮助我们 让我们虽然活在一个 啊 充满挑战 罪恶的世代 但是我们就看到 啊 耶稣基督那个的爱 耶稣基督他昔日 是能够平静风浪 他坐的和门徒坐 一样是那些木船 看来很简陋 但愿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够带领我们 勇往前行 平静我们的风浪 能够去到 你所带领我们去到的 目的地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靠 阿们